这城市未来就是个废墟 一个大废墟 不止这里 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未来要报废的东西还很多 因为这个城市基本上没有记忆 其实废墟吸引人的地方 其实是那里更有人性 有人性在废墟里头 在现代都市里头没有人性 废墟里面非常有人性 那些人性还居住在那里 所以我是从那个废墟的身体的状态 由人去思考到这个废墟的这个概念 然后它当然不是只有这种包含这样的空间 它其实是包含一个产业 然后跟整个的 我觉得就是生命当下的这种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种生命状态有关 以前拍加工厂的联服制一场 那个我前后待三年 然后待了够久之后 其实就是那些 你再也看不到它是一个废墟 而是人生活遗留的痕迹 可是显然就是我们会把空间 会先大于人的处境 而不是说我们通过一个空间 去看到人的处境 其实推动历史或社会前进的力量 从来不是权利者 而是恰恰都是被剥夺者 或是所谓的无力者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说 从不可能里面去创造可能性 我们不可能在已经固定的 西方的艺术史里面辨证 我觉得那个没有辨证的空间 我们必须走出去 然后在我们几乎快废墟化的一个世界 快毁灭你的世界 也要在里面做辨证 如果有年轻人问我说 要怎么往下走干嘛 我总是告诉他们 你们就去拍嘛 你不要想那么多 就去拍就去拍嘛 所谓生命力就会在那里 会自然地呈现 那我们真的有一个是好期待 就是这个环境 大家只要努力上面 然后还可以把一些体制 制度思维再有一些翻转 这是一场马拉松 我们必须要常跑 跑下去 才能到那个终点 就像你一样的一样的方法 就是这个环境 就像是一样的方法 就像是一样的方法